親戚人員頻頻道歉 因為真的好抱歉 淘雞竟然又出包 一二期航廈都停水 廁所裡還發出濃濃惡臭味 民眾得戴上口罩 就怕會動不掉 我早上六點鐘來的時候 臭很臭 臭得要命很臭 你說你航廈怎麼進去 廁所外直接民眾提著大包小包 準備搭機卻碰上這種狀況 走到裡頭更慘了 走到上竟然只能客難地用橘色塑膠桶裝水使用 因為上完廁所才發現水龍頭裡根本沒有水 民眾抱怨連連 小姐請問廁所有水嗎 都沒有 一早民眾等在機場 發現馬桶沒水可以沖 只好在門外一直等 最後還得出動消防車緊急送水 還好狀況在七點左右順利排除 不走前一場大雷雨 桃園機場變成這副模樣 美食區變成汪洋一片 員工忙著掃水 民眾還得用板凳堆路才能前進 但尷尬的是如今 桃機又因為施工挖斷水管 一騎航站全面停水 二騎部分停水 而廁所還發出濃濃惡臭味 也讓許多遊客抱怨 國際機場真的是顏面盡失 記者 劉具展 楊文欣 桃園報導 出現 成分 腦工 也認識 出現 公文 中文 能